騎士突然緊急往右靠 一輛黑色轎車失控逆向衝過來 騎士緊急避開 驚魂未定 但逆向的轎車轉彎後才停下 駕駛下車腳底抹油逃離現場 連門都沒關 留下他的車撞進其樓的柱子 如此慌張脫序 是因為他在中正三路 逆向連撞兩台機車 機長我看聽了三聲 砰砰砰砰砰 那某次發生什麼 就是在那邊發生的 逆向開 然後開到這鈴聲路左轉 就撞到那個蝦餅隔壁那個大柱 由於事故發生 在早上七點多 用路尖峰時段 遠景道場疏導交通 被撞的兩個騎士 痛得無法起身 雖然意識清醒 但四十九歲女騎士骨折 五十六歲男騎士全身擦錯傷 他的車廂裡 兒子叫招令也掉到路上 車殼零件雜物四散 警方排除路況 先把兆頭駕駛 留在現場的車移到別處 為駕駛已逃離現場 目前已派員道場踩證 並積極醉氣忠 一大清早開車逆向撞人 導致兩個騎士骨折擦錯傷 為何要逃跑 是否涉及酒駕 還是有難言之隱 肇事逃逸 先背上公共危險罪 三立新聞吳慧山 連貫志搞什麼道